- 聽說林志忠的治理明年就是學習是最重要的事情 本次我們就邀請他來參加學習編快問快答測驗 志忠你準備好了嗎? 來吧 請你在十秒內完成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林志忠 之前是研發工程師兼職安利兩年半 現在全職安利人 你之前是工程師學東西應該很快 學推銷應該也很快 沒有 是說在學習的過程中是慢慢的循環間接的成長 有學的過程重點是還有習做要有實際的經驗 是在這過程中慢慢的去累積起來的 我對我比較沒有信心適合經營嗎? 其實每一個人都適合經營安利 我相信在一開始就像我們念書到畢業後要開始工作 其實也會有接上軌道不確定性嘛 所以其實安利最適合就是說 在他有一個環境才讓你學習 要怎麼樣才能經營好安利啊? 要經營好安利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是 你要先找到你經營安利的理由跟動機 在學習的過程中呢你就會慢慢的去成長 請問我沒有口才我不會說話 我不知道怎麼賣產品 基本上我也不是很有口才的人 所以我會建議你可以先到這個環境 那透過自身體驗產品 然後也可以跟周邊的人開始分享 那在環境裡面會有人跟你互相交流的過程 你慢慢你的表達能力跟你的口才就會提升 我想要的那個未來是 就是我的夥伴跟我一起 他們擔心他的目標 然後一起成功 要堅持 我想要堅持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是對的